我们回家吧 走过了两季 二十一集的故事 跟着在台湾出生长大的艺人朋友 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 重新认识我们成长的这片土地 而在今天 我们携手于台湾在地的品牌 好日子 一起推出了一系列的环保餐单 希望邀请喜欢回家吧的故事的大家 共同用行动 珍惜我们这片土地 也支持节目可以继续走下去 你的每一份心意 都是可以让我们持续制作出 更好内容的支持 我是我们回家吧的监制佳凯 诚挚地邀请所有回家吧的粉丝 一起来支持我们所联名设计的 回家吧环保餐时代 嗨 我不是我们回家吧 你们也回家了吗 我们回家吧蔡昌县开场 有人迟到的开场 我们要行前会 行前会 但是今天的行前会呢 少了两枚非常重要的大将 两个都给我睡过头 搞什么鬼 他不敢接我电话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刘家瑜 还不敢开镜头 好 哭了 还没啦 排鬼还没到 你在干嘛 睡饱了吗 是被鸟声叫醒的吗 啾啾 啾啾 嗯 太阳晒到屁股的感觉 好愉快喔 我跟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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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坚强啊 他有什么很坚强啊 他有什么很坚强啊 我打电话给黑鬼 他就说 他台语片生亚下 第一次这样 哇 所以是送给我们回家吧的礼物了 哦 你真的好感动 你看好爱我们节目喔 你是不是为了得金钟奖 所以故意睡过头 不是 睡过头拿金钟奖 这合理吗 哈哈哈哈 都会掰给这么不专业的团队 你看他那个愧疚脸 我说不出话来欸 我觉得有小朋友真的好好笑喔 嗨 嗨 你知道你爸爸睡过头吗 哈哈哈哈 还在揉眼睛 好 我们就就着那个 黑鬼的小孩 无奈的眼神 在背后看着我们 做行程 你看他的脸 聊无神君 他的脸真的太好笑了 你看他 我又疯掉了 欢迎来到公聊 立即带我们回家的人是 东北角台王子 也是东北角直瓜 我们全力全外目前幕后 人见人爱的 菜昌县 他是唱歌首套 但是他还有演习跟主持 他在主持上面算是我们大险辈 外景节目大险辈 然后演习的话就是在电影解人村 就是破译季祥 最近他演绿上映了一周 我在这边预测 月老会破译 我们的点阅率也破译 口气好大 口气好大 对 然后我们可以提到 回到他老家 他就是一个 对台北而来说 你也是一个 你只要进到那边 就是会感觉到 我现在很不平 然后又很快 就可以到了那个北海岸 第一个地方 要去的地方 通通就是 澳地渔港 昌县的街景 很个别跟我开店 在北海岸有一个地方 长得很像那个海岸村 吃吃吃的海岸村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打的 打的 我是打的打的 打的 最有赢的蔡昌县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回家吧 来喔 带你去我家走走的 超尴尬的啊 拍完之后 我们第二个要去的地方 就是 昌县他老家的那个 酒孔池 就真的是他们的阿伯 他们在做的酒孔池 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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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错了 太难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因为我睡过头 很可惜 我有帮宝宜姐 准备一个很棒的道具 你就自己用阿 真的 就是 我帮宜行准备的是那个 就是 果干啊 零食 因为我想说 一人吃两人 一人吃两人 不果干 对 对 被挖劲 好 我跟你讲 你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穿上身 然后一面吃着果干 一面在车上拍一段自己的开场 跟solo 对 加油 咱们 这边 你们 那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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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車嗎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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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車啦 不過我很有型的 我現在很有型 幾天沒帶無一廊後裏 我就是妳的早餐後裏 Energy 歡迎收看我們回家吧 我是很有型的蔡昌憲 你哪裡有 我哪裡有 就東北角啊 說了啦 東北角 說了 沒有講說了啊 東北角說了 你每次都缺一點點 少一點喔 沒關係 反正今天一整集都在說了 也是 大家就會知道是在說了 逛角了你就知道了 這就是他家 說了 空的料就是我們家 我以前生蛇蛇蛇是怎麼生的 不知道 我們是在漁船很多 我們是在船跟船中間 我們會看到鬼要來 我們就深吸一口氣 真的到海裡面 對啊 就躲在船艙裡面下面 蛤 我們是在水裡跑 不是在那個岸上躲 貢猟玩那麼大喔 對 貢猟的孩子 但是沒有在這麼大的漁港玩 就在我們更小一點 那邊還有一個小漁港 眉山的小漁港 據我所知 你爸爸那一代有十個兄弟姐妹 對我有三個兄弟嘛 七個 我有七個姑姑 貴年時 貴年時 紅包 紅包 好開心喔 而且我算是家族偏小的 小的 所以就是 備受寵愛 的這種感覺 看得出來 因為昌憲其實 不只是在家族裡面 大家很疼他 在演藝圈 大家也都很疼他 我就像演藝圈裡面 也有很多姑姑 跟很多阿阿阿阿伯 突然我就變姑姑了 我就變姑姑了 沒有啦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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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點了 看一下 哇 11點喔 早安 對不起 有錯 錯了 我們錯了 怎麼會這樣 對不起 怎麼會這樣 沒有對不起我對不起昌憲 沒有沒有沒有 是覺得昌憲不夠大台 所以才睡過頭吧 我就可以 有睡過頭的機會 好 我們兩個剛剛在車上 一直說還好有 還好兩個人一起走 這也好的 我可以看一下小朋友嗎 他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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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看小朋友 你看 多大 睡著了 好酷喔 他還戴墨鏡耶 超可愛的 還好睡著了 還好睡著了 那我們可以開始開工了嗎 可以 可以嗎 嘉宇我們可以開始開工了嗎 可以 我們可以開始錄影了嗎 可以可以 你知道剛剛那個你想要 對我們量身定座的開場 我們拍完了嗎 對 我想開始回放 拜託 沒辦法 謝謝蔡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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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了 沒有啦 這兩個人 他很瘋掉 他剛剛像是臉擦紅 我一起來 我都這樣出事了 不對 你看他的 他根本還沒洗臉 你看 他根本還沒洗 還沒整理好 還沒整理好 我都出來了 我連羊沒刷 他就出來了 我覺得蔡大寶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天秤座 不要扯星座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天秤座 哦 是星座的關係 對 怎麼可能 好啦 那我們可以開始正式開拍了 可以 我們去九孔池 我也把 來了來了 等一下我一記只會做好一件事 九孔池出發囉 好 好 好 一姐 這裡 欸 你這感覺很危險 欸 我也危險 你不要亂跑 好不好 我很害怕 你現在是孩子的爹 我很怕你掉下去 趕上來就好了 換個衣服 怎麼覺得有點危險啊 哦 好清澈的水喔 對 所以水質不錯 蠻好的 哇 可以可以 快成功了 快成功了 你在教小孩喔 哇天哪 對其實九孔就養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就是在 潮系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他們我們這邊就是海流 走來走去 就是有什麼黑潮跟什麼潮的交界 所以水質特別好 所以養著九孔就是長得特別肥美 而且我們有時候在有些季節 像差不多六月左右吧 我們就會游泳 在池子裡面游泳 就把這裡當游泳池這樣 所以 這是你們家的私人游泳池喔 可以這麼說嗎 很大一點 你們真的 你們蔡家真的很豪氣耶 很豪氣喔 你們在貢寮就是橫著走耶 對啦 你是貢寮小螃蟹啦 小螃蟹 我都這樣走路 你小心一點 我也不要再這樣走 我好害怕喔 沒有沒有習慣啦 因為 常在這邊走嘛 才能在這邊玩 所以這裡的每一個角落 都是我們小時候玩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這邊走起來就很自在 所以你們家以前就這麼大 應該算是 反正就是家族的某一塊 因為我阿伯在養嘛 我堂哥他們 還有一些親友 我們可以請那個堂哥過來 堂哥 塞哥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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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哥哥你好 堂哥有一個就是 藝鳴叫做大鼻子 大鼻子堂哥 真的耶 你不講我沒有發現耶 就你一轉頭 喔合理合理 你這樣算霸凌你堂哥嗎 沒有沒有 他從小霸凌我們長大 對對對 見面都說來親家姐 這樣一起堂大 你小時候一定很可愛 對大家都很喜歡 我們還有Colin Colin 那個 一級 老大 霹靂無敵一級老大 就是從小就被訓練好 對啊 這是什麼 無聊的 哈哈哈 而且他們兩個就一大一唱起來了 那請問 養貢寮包 最重要的 除了有這個環境 潮水之外 人要做什麼 人 人就是 不要讓他餓肚子就好了 所以你還要餵他們 對啊 餵他們 然後定時下去清理他的 你還要下去清理 我沒有那麼拍名 我專門的 沒有那麼拍 你看潛水服他們 每次採收都是冬天 就是很冷的時候 所以冬天是旺季 對 就是他們肥美的時候 冬天採收我覺得是 最痛苦的就是太冷 對啊 因為東北角的風 很辛苦耶 很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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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來這裡就是會幫忙分一些大小 那現在上去了差不多要 上去了嗎 上去分大小 我們去分大小 那我們就來做點工作吧 你走中間 我先帶路 你先走 可以喔 可以 我真的冒了生命危險在錄這一集 這個 這個眼睛閉著也可以走好不好 不行啦 以前我二叔他兒子 他四個兒子來這邊打工啊 四個全部都有掉下去過 不行嗎 太滑了是不是 不是他那個沒有推好就掉下去了 因為他們會推著好幾龍 像剛剛他們工作人員就有在推就對了 因為重量分費不平均 他們就落過了 好 來開工 開工 分級現在就是分級啊 分級 分大小 是怎樣是分九孔跟鮑魚 九孔跟鮑魚 九孔跟鮑魚 也有就是九孔的大小跟鮑魚的大小對不對 對啊分 這是小隻的 這是大隻的 大隻的 好 簡單的分法就是 阿伯你聽我看 講我講對不對 就是鮑魚 它會比較粗 比較粗狂 而且會凹凸不平 那九孔的部分它會比較平滑 就是最簡單的分法 那其實它肉的感覺很不太一樣 他們都黏住了 對 他們會黏住 所以這個 對不起 這個 這個是九孔 現在用大小就可以用 肉也不太一樣啊 肉 你看它 紋路也不一樣 所以 你看它有點爆紋感 這個是鮑魚 這個是九孔 好 我選一下 我看一下 阿大隻還不 大隻還不 沒關係 我怎麼都看不到鮑魚 這是鮑魚 對 對不對 好大隻喔 那大隻是不是放那邊 但是你有九孔偷渡了 欸 只有兩隻喔 對啊 它黏在一起 賺到一顆 九孔 買大送小欸 來喔來喔 那我把你們分開喔 抱歉 好黏喔 你粗狂一點它不會痛沒關係 它不會痛 好所以鮑魚在這邊 九孔在這邊 放下面這邊 高康大隻要過分 沒關係 沒關係 堂哥 在創建小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小時候很愛線啊 很愛線 皮皮的啊 皮皮的 對啊 小時候就很愛唱歌表演嗎 對啊對啊 他以前他爸都叫他模仿Michael 對 你會模仿Michael 我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應該是上小學吧 我就很喜歡看Michael Jackson跳舞 自己在客廳一直在那邊 就學他的動作 砰 就這一類的 對 現在還記得嗎 現在 就有模糊啊 模糊 因為現在都有自己的歌 對啊 就是 把Michael 融合我的舞影 對 你可以唱一下舞影 然後融合一下Michael的舞步嗎 你自己 你自己Cue的喔 不是我要Cue你的喔 今晚你在哪裡 敢是孤單一輪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錯了 太難了 每次都自己 給自己出收主意 然後自己演完了之後 就躲起來 所以我們要全部分完 才能吃東西嗎 對啊 沒有吧 分完應該 分完應該都晚上了吧 對啊 我們請專業的來好了 專業 我們等一下看專業 就知道我們到底有多混 堂哥看不下去 專業 專業專業專業 好開始了開始了 把鮑魚剪起來 真的耶 這給它刷 這樣刷就好 真的耶 喔 他先把鮑魚剪起來 然後其他的就這樣 用掃子 因為這火的東西要搶時間 你知道 搞什麼工的沒有分 沒有分 你沒有搞什麼 還有分我都不知道 你看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打開 綠色跟白色 你不用看肚子 我們這裡就有了 這裡 好難翻喔 他有固執喔 奇怪 看來你的手勢有點生疏了 對 平常都是在當明星手拿麥克風 現在拿著九孔 有點生疏了 沒錯 不知道該怎麼把它翻開來 不知道怎麼哄他 最近都在哄小孩 喔喔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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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的 公的 你乳白色黃黃的這種是公的 對 好那母的呢 母的 現在現在現在 這是深色 好好好 你看 就在我們 他已經清完了耶 要分公母的狀 狀況之下 他就分了 超快的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這個 這死掉了 死掉了 怎麼看出來 顏色太深喔 他們已經沒在動了 他沒有動 我手勢力真的超強 很用力耶 哇 太強了 哇 等一下 向下一點 所以這裡面就有海草喔 對 你是很用力是不是 我很用力 我太用力了 我很悠閒看 關一下 關一下 喔 原來這就是餵九孔 對 他餵龍鬚菜 龍 他們吃龍鬚菜 不是淡水的 不是路上那種龍鬚菜 不是我們現在吃的那種 綠色的那種 是有一種 像做那個果凍的材料那種 他也 顏色比較偏深色 OK 他有點像那種 所以剛噴出來 黑黑的就是他那種吃的東西 他也是海菜 好 好 放下來 好 我們還是冷靜一點 對 我們去冷靜一點的工作 好 餵飽了 九孔可以餵飽我了吧 差不多了 可以了齁 就是帶你去到 小時候 我也在那邊打工 那也在那邊 很大的餐廳 你從哪邊吃到大 對 吃到大 你家裡人開的 等於就是依仗阿姨他們 對 依仗的上一代 開始做 好 趕快去吃吧 好 走 走走 其實我很怕去海鮮餐廳點菜 怎麼做 因為海鮮餐廳都是食價 對 就是當時是什麼價錢 就是什麼價錢 所以我老是不知道要怎麼點 才會經濟實惠 CP值高又好吃 好 這個問我就對了 通常那一區就是會是食價 那一區是海鮮 你可能會有因為養殖阿天氣因素阿 還有量的問題會影響價格 但是這邊 就是通常大小盤而已 就你看是你的人數是 人多差不多三個人 六個人 或者是十個人以上 就會有差不多三種尺寸 所以我們就看怎麼點 我們今天人這麼多 就盡量給他點下去啦 海王子突然大聲起來 來啦 這是我的地方 我想要炒一個什麼 海瓜子什麼瓜子 今天有一個 三瓜子 三瓜子 三龜劑 三瓜子不是海瓜子喔 這個就要問一下我媽 媽媽去入鏡 最近的海瓜子肉比較壽 三瓜子比較有肉 最近比較有肉 最近是吃三瓜子 那我可以吃剛剛我們養殖的那個 我媽剛剛也帶了兩包鮑魚 而且是我們自己醃製的口味 是比較日式和風 清爽一點的口味 好想吃喔 有兩大包 大家應該都可以一人吃到一顆 太好吃了 還有九孔 一人吃一顆鮑魚的外景 真的 真實啊 那九孔是新鮮的 所以我們九孔就汆燙就好了 好 那我們往那邊吃價去 先看那邊好了 好 實價的我就比較不敢點了 今天我們有兩個放我們鴿子的 遲到收過頭的 要請客的是嗎 五川 家裡有說午餐算你的 因為午餐吃海鮮比較快 對 龍蝦 龍蝦 龍蝦奔幹 要吹下去 開始吃了 然後送你們吃青菜 謝謝 青菜必送 看一下看一下 海王子出唱片 走進來就可以看到 可以吃飯 我們吃飯 很大耶這個餐廳 這是九孔 九孔 九孔 你九孔拿起來之後 就從這邊 旁邊 這樣吐下去 就可以了 對 吐下去 就從頭開始 哇 太讚了 所以等一下要吃的可以從這邊 它頭的地方往前吐 你從後面會不好吐起來 好新鮮喔 好Q好好嚼勁喔 是Q的 這就是海的味道 公的肚比較好吃 公的肚比較好吃 真的嗎 它會比較甜 就是這個 就是它的 直接吃 所以你是怕什麼 要自己都用一用的 沒有 吐起來 因為大家可以吃 昌憲真的很貼心 這到底是怎麼養出 這麼好孩子的 是因為被姊姊荼毒 所以 我們有三姊妹 三娘教子這個 有可能 小兒子真的就危險了 他比我們還像女生 他比較貼心喔 他很貼心 像我們出外都是 他會幾乎每天都會打 打電話回家 我們都不會 每天都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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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打電話回家的兒子耶 我從國中吧 他在外面 國中去爐州念書 對 就每天都會打回家 就 其實到現在工作 也許沒有到每天打 但每 在兩三天至少會打一次 打給媽媽 對 講什麼 對 那你怎麼回答 來 我們來模仿一下 我來看電視 對 追劇 你怎麼回答 追劇 你家的追劇 沒有什麼事 你吃飽嗎 吃飽 對啊 就是很家常的動畫 但是就一定會打 那就 這是我自己醃製的鮑魚 鮑魚 來 可以什麼 為了加蔬菜 我都用蔬菜 做調 調底的 然後再 柴魚啊 海帶啊 那個新鮮 那高檔的味道 來來來 我來剝蝦給大家看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很快嗎 比賽一下 等一下喔 準備喔 1 2 3 好 欸 超級 我都還沒來得及說 第一屆共聊 撥蝦大賽 正式開始 然後 三完還沒就撥完了 我第一次上節目 那還比較慢啊 唉唷 姐姐 還會 再一次 三勝兩勝 三勝兩勝喔 第一屆 等一下 姐姐你誇張了 不會就是撥個蝦 還給我等一下 好 第一屆共聊 撥蝦大賽 part 2 3 2 有緊張欸 2 1 喔1就開始了 哈哈 同時 差不多 差不多 他有燉爹一下 這超好吃的 等一下 你已經吃了 你這個人 所以 這個人 好 你不不能二分 你不這個好人 那真的超好吃 那比龍蝦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是他們的招牌 真的 你剛好吃 那是手藝 對手藝 這個炸得很超好 不要不要不要 吃鹽蝦要好 哈哈 好壞又豬肉 會毀了 會毀了這一塊 吃鹽蝦欸 我不要看這個吃 好酷喔 好酷喔 我來 我來 他有可能要走心的部分 我要先吃鹽蝦 一般是去那個 外面住 小孩子會變壞 什麼的 他的三大 真的很好 我覺得 就在充滿愛的 家裡 長大的孩子 其實不容易壞到哪裡去 因為他不愛求嘛 因為有的時候 你會學壞 是因為你可能很想 用很多外面的東西填滿 你心裡面 沒有的那個空洞 但是因為 你看蒼憲 就是一個心裡滿滿的人 你知道嗎 過愛都給你們嘛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他 覺得很 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他真的是 演藝圈非常少數 跟他相處 沒有壓力 然後很開心 然後知道他是 真心願意幫你的人 謝謝 之前他有拍一個 那個 什麼劇啊 什麼劇啊 什麼劇 導演也是特地 對 特地說 覺得他的個性方面 就是不太一樣 應該是 源自原生家庭的關係 所以他有特地來 家裡做這樣 真的喔 那時候爸爸還在的時候 他們都會來跟我爸 跟大家 跟家人 喝一杯聊聊天 有什麼節日都會出現 今年過年也有來做 是為了吃海鮮吧 應該 因為 我跟你講 因為接下來 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歡迎你來 你就看我逢年過節 就是都跳過蔡倉鮮 我就直接來找你 對不對 蔡媽媽那個 我要來囉 那要提前講 我會準備 再加一個 我們待會兒交到一個來 更豐盼 只要在共聊 認識倉鮮一家人就 就是會怕你們 一直來吃新港 會吃到有點神 我們也不會一直啊 對 不同的季節 有不同的海鮮 對當然 對不對 我們換個味道 下鍋了 下鍋了 啊啊啊啊啊 掉了一顆 水餃 最後一顆菜 最後一顆菜 來上我們的 浮現東北角 這樣一包 對一包 扎實你看 超級大顆很 等一下 我覺得這比你送給我那個更大顆耶 又更飽滿是不是 對 因為等於我們最近有做了一些調整 有改良 對我小時候這跟我吃的不太一樣耶 原來還有2.0 2.0 這是2.0的版本 而且還沒對外公開 真的嗎 對最近才會 試吃喔 對試吃看看 今天跟大家說一說 像是我們的高麗菜韭菜跟豬肉 混合的比例 因為這個餃子就是傳承爸爸的味道 就希望把爸爸這個很道地很溫暖 給人家很滿足的這個水餃 分享給大家 因為爸爸就是一種 他就是很愛跟人分享 很愛把最好的東西帶給別人 就像是 我會在餐桌上 就是一直幫大家分菜 分菜啊 薄蝦 我爸也是這種 他就是沒辦法看到 桌上的東西 哪有哪有 他就跟你們的 照顧每一個人 照顧每一個人 分享 很像你爸喔 有一些故事 很像你 這就是生叫 生叫很重要 好啦 可以吃囉 開吃 我們要吃一下那個 蔡爸爸的愛心 對 2.0 幫他調整過 真的很大顆耶 因為基本上都30克左右 沒有 你之前給我真的沒那麼大顆 真的嗎 我真的身為消費者 有在吃的 對 一看就知道 就是不一樣 哎呀 吃吧 好 我覺得2.0比較好吃 真的喔 剛剛才在跟媽媽說 我說倉健啊 就是什麼都比別人好一點點 他可能不是運氣最好的人 他可能不會是最大紅的 然後突然之間好像 哇 紅變東南亞 有沒有 他就都帶運氣都比別人好一點點 比方說水餃你也賣 但是呢 就是在疫情之前開始賣 所以還可以在疫情這一波 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對 然後出唱片 雖然時間晚了一點點 然後但是呢 還是出了自己的專輯 拍戲也是一樣的 雖然不見得每一次都是當主角 但是呢 拍的戲剛好也都破譯 真的 那就是運氣比人好一點點 就是比人家多一點點的運氣 就你也不用扛票吧 也沒有這個壓力 沒有壓力 可是呢賣得好別人就說 喔 長線真的 長線 這一次又 對 所以工作永遠不會斷 這人啊 不用太貪心 什麼都好一點點 剛剛好就好了 對 對 真的 野心不要太大 野心不要太大 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吃水餃的過程當中 我們想要趁著長線的新歌 而就請媽媽來為我們唱 林農生 可以喔 媽媽說現在紅小孩都馬上聽林農生 所以他就會唱了一點點這樣子 對啊 等一下 林農生 如果我聽我聽點點點 會開 棒棒水到底 pretty pretty 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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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哪故意 對 都會都是青春 土味 我這是 這是 公命 摧倒你 感謝你 秋冰秋冰 你都是春夏 秋冰秋冰 蔡昌憲 算是歌手出身嗎 因為你是參加歌唱比賽出來的 在歌唱比賽 就是只是一個愛唱歌的小孩 愛唱歌的 不要再講自己是春夏 是呀是呀 你是海岸邊 農村 漁村小孩 漁村的小孩 而且是你姐姐幫你報名的對不對 對 我大姐 你大姐 因為其實我們家人就是都還蠻愛唱歌的 他知道有這樣的 那他們幹嘛自己不去參加比賽 因為他知道 我就是在這整個生活圈 就是在學校在校園都是蠻活躍的 就感覺 我弟應該是特別愛表現 那他們都是比較默默的 愛唱歌而已 就私底下唱 但是在螢幕前 他們可能就說起來 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有想到說 你會把演藝圈當成是你的 有點像終身職業 他們也是從來沒想過 誤打誤撞對不對 誤打誤撞 因為我們住海邊的人 感覺都不會想太多 我們就是看到什麼 就去抓什麼 看到什麼 目標去試試看嘛 對 好像是耶 我們是被是這樣 所以隔了12年 才出自己的第一張專輯 對 你會覺得等太久嗎 雖然是有點久 路有點長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發片 可能才真的有辦法唱出 我想要唱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12年 我很感受到 我一直被愛著 被需要著 所以這個累積過來的感覺 就讓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我唱的這些歌 才可以真實的打動到別人 你也有很放鬆的部分 對 然後呢 那也有在親情面 對 那首歌 對 那首歌 講一下 那是當初 那當初 因為又回到家鄉 我就覺得 就很有感 因為當初就在講父母間嘛 嗯 那父母希望孩子 會讓自己去背 好好的發展 但是又覺得 希望可以留在身邊 那種 父母那種不捨 那種糾結的心情 那自己又成為爸爸了 爸爸了 那真的有時候抱著小孩 就看著小孩 在夜深冷靜的時候 就會想著 哇 以前爸媽也是這樣帶我長大 嗯 那 我現在 我只想要你健康 那 就 啊 大痕 其實那種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那個 心情就會有滿滿的思念 而且尤其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會更有 跟家人互動的畫面 嗯 我浮現了很多 過去跟 爸爸 在家鄉互動 在家裡互動的畫面 對 所以那個 湧上心頭的時候 會 嗯 就 啊 就是 等待很久 那很想表達 那 這個不捨跟思念 就是 都 我都把它唱進歌裡 嗯 這可能就是做專輯 很棒的一件事情 對 就是 你能夠分享的是 你最想 你在生命當中 最有感觸的 對 然後跟別人也是最有共鳴的 沒錯 的那個部分 我也很希望把自己 我覺得是最赤裸 最真實的東西 給大家 有啊 這次的專輯真的 很有誠意都有聽到 是 而且感覺到就是 滿滿的艙線啊 對 滿滿的舞 就有很深情的一部分 嗯 然後呢 也有很調皮的一部分 對都有 很貪玩的一部分 對 感覺也有很共聊的一部分 哈哈哈哈 共聊 其實這裡滿漂亮的耶 很漂亮啊 我現在才有 聽你講完話才 你回頭看 這個山很漂亮耶 那邊就是鼻斗角 嗯 你等一下看到一個紅色的烏瓦 那個是鼻斗國小 通常都會從鼻斗國小這樣 沿著鄰谷一路走 走到那個鼻斗燈塔 那邊往西邊看 夕陽西下就會超級放鬆 所以共聊其實真的也是一個 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的地方 對啊 如果你在往山裡走 你要去草嶺隧道 草嶺古道 嗯 或者是那個桃園谷 那邊也很漂亮 嗯 那是山的部分 那海 這邊 就來了 哇 這裡下面下面就是 哇 下面這塊都會看園場 很壯觀 尤其 爬上來嗎 通常都會往下爬上來 那個面 有沙子的地方 那裡就是芙蓉 我們過去會 也會遇到一個金沙灣 那是我小時候一起 都跟哥哥姐姐 在玩水的地方 嗯 我學衝浪的地方就在那 嗯 小小的一個 但是那邊就是有很多 嗯 兒時玩水的回憶 嗯 旁邊有一個咖啡廳 也是我打工的地方 我從國中高中 就在那邊打工 所以我高中就夢想 想要開一家自己的咖啡廳 你有啦 你開啦 對 就是有開了店 但是就不是自己想像的樣子 自己想像的樣子就是在海邊 在海邊 然後一個咖啡廳 我已經算好說 我大概要花一百萬 有多少的桌椅 就是在高中上課的時候 一直在想創業的事情 高中就想開咖啡廳 對 你還是可以圓夢的吧 應該有機會啊 對啊 我覺得等年紀再大一點 老一點就可以在家裡附近 買一塊地 就蓋在可能家裡附近 你是覺得老了之後 你還是會搬回共僚 對 對 我不會搬離它 因為我覺得 我能出生在這裡很幸福 我就很愛這裡 所以我會一直出去說 我就是住在東北角 我住在共僚 那請大家來這邊吃海鮮 來這邊玩 歡迎來我家 對 共僚歸我管 就是感覺那個過本康之後 要有一個這樣的我 來啊 所以你覺得這個咖啡店 有像你想要開的咖啡店的樣子嗎 我覺得蠻像的 蠻接近的 就是可以在店裡 就可以看到海 看到裡家很近的地方 而且我很少從這個角度去看 去看到我的環 我生長的環境 因為通常都是從山的那一面看向海 那這一面其實就是海的這一面 看向山的那一桶 就是我看到那些建築物 那些我經常開車經過的家 就會覺得 哇 原來我的家 就是又更大 又更多我沒見識過的畫面 就有時候真的就會覺得 透過一些不是在地的 你來這邊探索 來這邊玩 後來分享出來 喔 原來我的家 這麼美 更美 更多 所以真的有需要這些互動 我也是錄這個節目 才發現 其實每一個人 看待自己家的角度跟視野 其實有的時候 真的都會因為認識不同的人 而更加的擴展 真的擴展 就是因為有所謂的老家 老家就是 就是你回去就只去那幾個地方了 對 真的 兩點一線啦 就餐廳家裡 餐廳家裡 頂多去海邊 或是後面的土地公廟 拜拜 或是伯父家 姑姑家 對 就這樣 但是如你所說 你要突然這邊 有一家這麼有特色的咖啡店 這樣也可以耶 而且就轉頭 就看到海了 而且轉頭看到海之外啊 旁邊就是土地公廟 對 而且天氣很舒服很剛好 很舒服 就以冬天來講 我覺得這個時候東北角 人也不多 對 人不多 冬天最怕就是在東北角 遇到東北季風 那個天氣 那個雨 那個風吹之透 之透 哇 你是 來一次你會怕說 東北角這麼冷流 我不敢去 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來 是最舒服的 好 咖啡來囉 咖啡來 剛剛好 這是您的毒藥 這毒藥 毒藥 我等一下可以講解 對 它的喝起來有點像氣泡 應該是說它的那個口感喝起來很特別 它的泡沫很綿密 喝起來有點像啤酒花的感覺 它的顏色開始會做變化 然後在最後會呈現出很像一杯毒藥的顏色 這個是昌憲的西西里 西西里應該也好 對 而且這杯子也太可愛 超可愛的一個小房子 我怎麼稱呼你 我叫Grace Grace Grace是台北人 我是台北人 你是台北人 但是現在可以說自己是 東北角人嗎 我可以說我自己是東北角人 做得了 好 對 謝謝 這毒要變黑色了 你可以先試試看 這樣有點不太敢喝 就不是像咖啡的感覺 對 黑色它就變成黑色 那昌憲的西西里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有 裡面有檸檬原汁 它還有點微微的甜 口感很特別 不知道怎麼形容對不對 還有黑咖啡的口感 但又有一點甜甜的 對 你也不能說它是加糖黑咖啡 因為它也不酷 它其實是有糖 還有糖 對它是有微甜 你們兩個現在喝的黑咖啡的系列 都是有微甜的 對 但是滿好喝的 謝謝 這是西西里又有點氣泡對不對 對沒錯 氣泡加檸檬那個清爽的感覺很好 而且它真的是微甜 微微甜 微微甜 哇讚 我們等一下還有我們的招牌 招牌 對 我們的雞蛋糕 跟我們的石花丼 那昌憲是東北角人 對 所以一定要石花丼 因為我覺得 真的不是太多地方能吃到 尤其是在大東北角這一塊 äre 一路到宜蘭那個石層在過去 對 其實都有石花菜 石花菜 那其實石花菜要變石花丼的這個 動作其實有點繁瑣 它要一直曝曬 在洗 曝曝曝曝曝�s曝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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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 multip 這事情搞刚 很難做 就搞剛啊 所以石花丼是一種果凍 不是 它就是吃海菜 咦 等一下石花丼就來了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黑糖檸檬石花丼 那因為石花丼 我們來說非常的珍貴 因為環境的因素 然後它越來越難採集 越來越少 所以對我們來說 石花丼非常的寶貴 所以我們製作的過程 其實我們跟一般的 大家吃起來會稍微不太一樣 你可能要稍微攪拌一下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檸檬原汁 我怕你會覺得太酸 這石花丼真的煮得很好吃 真的嗎 你自己也有吃過是不是 因為我經常在吃 因為常常都是 可能是我二姐的婆婆 她就會煮了整個鍋子 對 大家都想煮 就加一點蜂蜜 或者是加一點糖 就可以吃 因為它就是煮的也是 軟硬蠻剛好 那這邊還養了一缸魚是什麼 就是我們從去年 跟海魚基金會一起做的 一個小丑魚的富裕缸 它這個特定魚種 它就是跟海葵共生 那我們在這個灣內海葵 其實數量是非常多的 從我們去年 跟海魚基金會的 做了一個探勘跟紀錄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海葵很多 可是小丑魚很少 小丑魚其實是觀賞魚的一種 對 所以其實 之前不是有一個 Finding檸檬的那個影片 你說捕撈嗎 對 沒錯 有人在這裡捕撈小丑魚 要去賣嗎 就是我 不論是賣也好 我帶著水費下去抓小丑魚 然後回家自己養嗎 其實小丑魚不用水費 就是你徒手就可以 徒錢就了 我想到一個畫面 就是我回到我家 我家前面的漁港 漁港外 就有兩三區 就是有小丑魚跟海葵的地方 只要之前稍微往下 他們就這樣 而且小丑魚會 也算是攻擊吧 對 他要保護他的地方 他在攻擊 對 他就會一直 一直看著你一直盯著你 然後我就會 他不要讓你靠近 OK 那我只是想要 近一點的看他 對 除了人為捕撈 當然還有可能環境的破壞 我們不能說 全部都是人為因素啦 對 因為我們是有實際看過 就是真的有人在捕撈 那因為我們是在地嘛 他們就是希望 透過在地這樣的一個合作 然後才比較有那個動力 可以去推動 所以那時候才有了 啟動了這個小丑魚的賦予計畫 對 你怎麼一直笑保佑 沒有 你笑得 不是 你笑得好 我笑得好開心 是因為 當然他很自然而然的說出 因為我們是在地 在地 如果常見說出 我們在地 我就是不一樣 就是的 可是當你說是 我是在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感情更特別 就是 因為你是有選擇的 對 然後你選擇了 愛這個地方 然後為這個地方付出 然後想要對這個地方做出一些改變 而且 你真的就搬到這裡來了 然後跟這邊的人交朋友 然後自然而然的說出 我們是在地 那個就是已經到骨子裡 那個感覺其實很感人 是聽到 真的不是在地 但是已經是在地的人 做了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身為在地也會滿感動 因為 這個地方就是更需要這樣的人 去讓在地也好 或者是外面的人更認識 因為他們的認識是更深入 而且還透過他們的專業 來維護這裡 現在 好好交流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野放小丑魚 野放小丑魚 這個我想參加 真的 野放小丑魚聽起來很酷耶 對啊 真的很酷 歡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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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你會怎麼跟你的朋友介紹東北角 我會跟我的朋友說 東北角是一個讓你可以生活一輩子的地方 用你的方式在這邊生活在這邊工作 在這邊稍微慢活一點 我真的很愛這裡 所以我 我會想盡辦法把所有的朋友都帶過來 那帶來讓他們看看我的生活是長什麼樣子 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長大成人 成為我現在的我 所以我會盡全力的就是帶大家好好好的看看這裡 真的不錯吧 有夠讚 有夠讚的 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的印象當中 貢寮什麼都沒有 除了何事 貢寮什麼 除了何事 自從貢寮有了昌憲之後 貢寮對我來說就有一點活生生的感覺 然後貢寮一定很有人情味 要不然不會養出這樣子的孩子 像我那樣 對 然後貢寮充滿了滿滿的愛 然後貢寮可以辦很大的流水席 貢寮是一個人可以結婚 生孩子 成長 成為一個男人 一個爸爸的地方 對 最後的最後 如果要送一首你專輯裡面的歌 給你的家鄉 貢寮 你會送哪一首歌 我會選黑洞湊 那我其實 資於我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他養育我長大 我去外面打拚回來之後 我帶了一點成績 帶了我的好朋友 帶了所有電視機看到的人 就回來我的土地 上次我歌給他 他一定會很興奮 專輯來了 我以為你要拿版來打版 專輯 謝謝 謝謝 感覺是一張折價過後的專輯 只有五十塊 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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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血印在 我還以為那個真的唱片賣得不好 然後就一直特價特價下去 因為就會生魚片到晚上 也沒有這麼便宜啦 我在想啦 但是我們的價格真的很親民 對 但真的 這跟我的人一樣 對啦 其實這就是蔡昌憲 對啦 我們回家吧 蔡昌憲共聊為伴 當孤單這比天氣嫌 我開始想念 有你的夏天 望著終點越走越遠 回到了起點 童年的美好在我的腦海浮現 Come on let's go back home Come on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我會走遍那些錯誤的美麗 然後叫你 這次距離 請問你 請問你 張靜山 ,請問你 看看 温度 那些大升 温度